大家好,我是這套教材的主要作者孫哲 網名是SU老怪 我使用Skychop已經超過20年 參與Skychop的教學工作也已經有16-17年了 很高興接受Skychop中國授權推薦中心的委託 編寫了這套教材 並且很感謝清華大學出版社國家出版發行 這是Skychop中國官方指定系列教材已經出版的部分 一共17本 根據來自國內外國權威方面的信息 這些教材是全球Skychop教學界最完整的一套 這是第一批出版的三本 比較基礎 適合初學者 這是第二批出版的兩本 比較實用 這是第三批出版的兩本 適合想要提高的學員 令人欣慰的是 其中有一部分已經被分裂的上百所大專院校選用為正式教材 這個視頻要用最少的篇幅對這本教材裡 教科學的重點做一些簡明的梳理 他們對於Skychop的任何老師和Skychop的學員都有一定的指導作用 這是第三節要介紹內外國自圖教程這本教材的教學要點 下面我們要按這四個部分來展開討論 第一部分是張的目錄裡面包含了教材的結構安排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教材的基本信息 課點 先修課程 適用專業和目標作者等等 第三節 過中節的教學重點概述 這是這個視頻的主要部分 善用了較多的篇幅 第四部分是對教材使用的建議 最後還有一些禮品要贈送給大家 知識教材的封面和分章的目錄 全書一共七章 分別討論七大主題 各章的詳細內容和重要的知識品分布 將在後面詳細介紹 現在先大致介紹一下教材的整體結構安排 第一章 為學員提供必要的信息 樹立學習layout的信心 做好學習前的準備工作 第二章 介紹layout用戶必須熟練的基本操作 第三章 介紹layout與其他布局工具的最大區別和應用 第四章 layout與sketched都有場景或頁面 但是二者有完全不同的功能與概念 這是經常困擾新手的問題 第五章 標籤與標註是工程圖紙的重要內容 第六章 介紹layout如何處理表格和剪貼布 第七章 介紹layout的其他使用要領與技巧 上面所講的教材結構 是根據我們長期的教學時間 總結出來的經驗 做出的安排 特點是耐落傾斜 一目了然 這一點對於教師和學員們都很重要 現在要大致介紹一下這本教材的全貌 特點和適用的對象 這裡有部分內容在前面的第一節裡面曾經出現過 現在充實以後請人工智能播音員來朗讀 現在介紹這本教材的基本信息 本書主要介紹layout的應用領域和各種工具的用法和技巧 全書七章 42節 331頁 彩印 附帶視頻教程41個 總長超過10.5小時 還有全套練習用附件 與包括我們為你製作的國標模板與國標剪貼布等大量實用素材 教材的特點 這本教材依據Statship官方文件和我國制圖標準為依據編寫 理論嚴肅 內容正規 有一定的權威性 系統學習後可用layout 製作各種圖紙和展示文稿 宣傳樣本 本書內容還是Statship ATC組織的國際SCA技能認證的一部分 學習本教材的先修課程 要求對國家制圖標準的嚴肅性有相當的認識 學習過Skytrap基礎建模的學生可直接學習 要熟悉本專業設計理論和基礎知識 能準確讀圖和有基礎圖形表達能力 熟悉坐標系 平立面布局 視圖和透視 標注圖力 三維空間感知能力 造型基礎 本課程適用專業 規劃 建築 基電 管線 土木 路橋 隧道 施工 室內 景觀 舞美 影視 展城 平媒 家具 產品 測繪 BIM 數字化施工 M2 AR VR可施化 師範與其他理工科需要以平面或立體圖形表達、交流的相關專業 本課程要達到的目標 能夠使用Layout完成設計方案演示、傳達設計理念 能夠使用Layout完成小規模項目的平立面與節點圖樣 目標讀者 本書主要服務於基本沒有排版布局經驗和不懂工程制圖規矩的新手 以及自行摸索過一個階段仍然不得要領的用戶 本書已被很多院校選用為教材 還被很多院校、圖書館收藏供師生借閱 現在進入這組視頻內容最豐富的部分 後面要分別介紹七個章節的教訓內容 後面以文字顯示的都是重要的 都是屬於因知因晦性質的基礎知識 最最重要的部分我還會特別提醒一下 第一章的名稱是概述與基本操作 一共有六節 每一節都有他們的重點 要在正式學習和動手練習之前掌握這些基礎 如果這個階段沒有做好準備後面的教學 後面的學習和練習會有麻煩 從嚴格意義上講 這本教材有相當的篇復要介紹和討論 工程制圖的規矩 所謂規矩就是國家制圖標準中的規定 還要討論如何在來由之中實現它們 為什麼要用一定的篇復來強調 規制工程圖樣的規矩 就是因為發現有太多繪製的圖樣 不守規矩需要糾正 新手們能夠掌握和熟練運用 繪製工程圖樣的規矩以後 來要它做一個比較簡單的排版工具 本身並沒有什麼難以掌握的東西 第一節最重要的內容有兩個 一是要讓學員們知道 Sketchup 官方定義的 Layout 擅長做什麼和不能做什麼 二是要在學員中明確 工程技術人員為什麼要遵守國家制圖標準 還要明確告知 Layout 里的很多部分 並不完全符合中國國家制圖標準 先說一下 Sketchup 官方對Layout 的用途定義 官方的解釋中 把Layout 的功能定義為設計演示 傳達設計理念 創建演示看板小型手冊和幻燈片 請重點注意 官方至今並沒有把Layout定義為製作施工圖的工具 即使用戶中有人這麼做也是出於個人的嘗試 下面再說一下 工程技術人員為什麼一定要遵守國家制圖標準的原因 一制圖標準確保圖紙的準確性 這對於工程設計和施工至關重要 因為任何小的誤差都可能導致重大的工程問題 二、統一的標準使得工程技術人員能夠快速理解圖紙 減少溝通成本 提高工作效率 三、國家制圖標準 使工程技術人員必須遵守的法律和法規 要避免因違反制圖標準可能造成的法律後果 四、標準化的圖紙有助於保證工程質量 減少因圖紙不清晰或不準確導致的反攻和浪費 五、統一的制圖標準有助於不同地區 不同國家的工程技術人員之間的交流與合作 六、在工程領域 準確的圖紙是確保施工安全的基礎 制圖標準有助於預防安全事故的發生 七、隨著技術的發展 制圖標準也在不斷更新 遵守最新標準有助於利用新技術 提高工程設計和施工的水平 八、工程公司和技術人員遵守國家制圖標準 可以維護其專業聲譽和市場競爭力 九、工程項目常常需要適應環境變化和新的施工技術 遵守制圖標準有助於工程技術人員更好地適應這些變化 十、對於新入行的工程技術人員 學習和遵守國家制圖標準是他們職業發展的基礎 所以 自覺遵守國家制圖標準是每一位工程技術人員職業素養的體現 也是確保工程項目順利進行和成功完成的關鍵因素 第二節的教學目的是熟悉Layout的工作界面 首先要熟悉工具條與菜單Layout有20多個工具 其中有10多個跟Sketchup相同使用也類似 要重點介紹Sketchup裡沒有的幾個工具 要注意Layout跟Sketchup一樣也有頁面標籤各種樣式和圖層 但是其作用用法跟Sketchup完全不同 模板的概念 實用的模板是符合國標的空白圖紙 包括圖框、標題欄等等 Layout默認的模板是指定尺寸的白紙或者方格紙 還要熟悉默認面板的調用和隱藏 每個面板的功能在後面的章節裡還要討論 數值框和縮放框 其中數值框與Sketchup相同 縮放框是Sketchup裡沒有的 第三節的教學重點是新建一個Layout文檔時 必須在文檔設置面板上的操作 要特別注意圖紙尺寸和頁邊距的設置 要符合國家制圖標準的規定 還要注意長度單位的格式與精度的設置 相關的國家制圖標準 可以在後面某處掃描二維碼下載 第四節的教學內容是選擇平移和縮放 操作方法基本與Sketchup相同 操作的技巧也和Sketchup一樣 如果還有疑惑可以查閱教材 Sketchup要點金獎 要特別提醒同學們 Layout的右鍵菜單裡有比Sketchup 豐富得多的內容 很多操作都可以在不同制圖階段的 右鍵關聯菜單裡 就近解決 不用去菜單欄翻找命令 也不用去點擊工具圖標 第五節要討論的內容很多 包括網格、推理、堆疊、移動、旋轉、縮放、 鏡像、排列、對齊 其實大多數都跟Sketchup裡的操作是一樣的 需要特別提出的有以下幾項 一、有兩種不同級別的平移、縮放 上一節介紹的平移、縮放 是指對整幅圖紙的操作 而這一節的移動、縮放 是對圖紙上某個對象的操作 二、網格可以調整疏密程度 可以顯示和隱藏 繪圖可以對齐網格或取消對齐 三、Layout跟Sketchup一樣 也有推理和提示 二、以紅綠藍黑的參考線和參考點表示 四、堆疊、排列、對齊等功能 是所有排版軟件的標配 不難掌握 五、最後需要強調的是 Sketchup的坐標圓點 在工作區的左下角 注意Layout的坐標圓點位置完全不同 它在圖紙的左上角 第六節的內容也不少 有複製、粘貼、剪切 陣列、撤銷、重做、刪除和鎖定 教學重點是 一、複製和粘貼操作後 看不出變化 其實兩個對象落在了一起 解決的辦法是 用快捷鍵Ctrl加D 可完成複製和粘貼的兩個功能 並且把複製出來的副本 放在正本的右下角 二、製圖過程中 為了防止某些重要的對象移動 或其他的誤操作 可以用右鍵菜單裡的鎖定功能 鎖定的對象不能移動 也不能做任何修改 除非在右鍵菜單裡取消鎖定 第二章 繪製與邊界 教學方面的重點 Liot最重要的四具元素 是各種各樣的直線、劍頭、弧線、曲線、 曲形、圓形和各種組合形狀 以及由它們組合出來的整個弧子 Liot為我們提供了多種 繪製和邊界圖形元素的工具和方法 甚至比Sketchup裡面還要豐富得多 第一節的內容有直線、弧線、曲線、圖手線、填充與取消 大多數工具的使用和Sketchup一樣 但是要注意下面幾個不同 一、Layout的直線工具有自動連接的功能 但可關閉這個功能 二、直線工具還可以繪製切線和倍姿曲線 三、繪製各種線段時 會自動產生空白填充 要學會顯示與取消填充的方法 第二節的內容有 繪製矩形、圓、橢圓和多邊形 一、注意矩形工具 除了繪製傳統的矩形外 還有繪製圓角矩形、圓邊矩形、突起的矩形 要知道和使用快捷鍵 改變圓角、圓邊個突起的程度 二、Layout有輸入X、Y軸尺寸繪製橢圓的工具 三、繪製三、五、七、九等基數條編的多邊形式 工具沿著紅軸還是綠軸移動 繪出的圖形是不同的 要注意一下 第三節的內容只有兩個 偏移與曲線編輯 一、偏移工具的用法 與Skytrip基本一樣 能對面和線段做偏移 區別是可以輸入偏移次數 加上後綴X、進行連續偏移 二、這一節的重點是基於 貝茲曲線、貝塞爾曲線、技術的曲線編輯 貝茲曲線是一種通過給定的 控制點定義的平滑曲線 有必要時 普及一下貝茲曲線的起點、終點、 控制點和控制線和曲線編輯的方法 第四節的內容也是兩大部分 拆分連接與蒙版 一、拆分連接分別對應分割與組合兩個工具 分割工具切斷線段、組合工具沾接線段 合理使用這一組工具 可以獲得無法直接繪製的幾何形狀 二、必要時 老師要普及一下選區和蒙版的概念 選區裡是想要留下的圖像 蒙版就是選區之外起遮擋作用的部分 編輯菜單和右鍵菜單裡 都能調用蒙版工具 第五節只有一個內容 顏色填充 包括對線條和面的填充 要用到形狀樣式面板和顏色面板 如果之前沒有學習過色彩理論的相關課程 建議老師至少要補上如色像環等色彩基礎知識 否則 學員無法理解 如色輪、RGB、HSB、CMYK灰度等一系列色彩格式 也不能完成合理的顏色填充 第六節也只討論一個主題 就是圖案填充 Layout的圖案填充面板裡有四個默認文件目錄 幾何圖塊、材質符號、場地背景和色調圖案 共137種填充圖案 但是這些填充圖案是根據美國的制圖標準繪製的 大多數不符合中國的國家制圖標準 其中真正能用的不多 解決的方法是自己創建符合國家制圖標準的填充圖案庫 或者導入別人創建好的填充圖案庫 創建填充圖案的具體的方法後面有專門討論 本書附件裡贈送我為你創建好的國標填充圖案庫和部分植物圖案庫 掃描二維碼下載 下面介紹第三章的教學重點 Sketchbook官方對Layout的介紹當中有一句話 大概可以意義成什麼呢 Layout最獨特最審實最令人敬畏的功能是 它能夠顯示Sketchip模型 還可以同步反映這個模型 在Sketchip裡面的更改 不過在同一個介紹當中還有一句話呢 更加對我們認真記取 根據你的計算機內存和圖像處理的功能 大型的Sketchip模型可能無法在Layout中顯示 那麼這一章討論的 都是Sketch模型與Layout之間的 合目相處的問題 第一節討論在Layout裡插入 SU模型和更新的話題 有幾個重點要注意 關聯的模型 要用沒有背景的建築施工文檔樣式 可以從Layout側 插入 或Sketchip端 發送建立關聯 從Layout文件菜單 插入 可或自動更新 推薦 Layout 可同時關聯多個Sketchip模型 用文檔設置面板管理 對插入模型的很多操作 要在Sketchip模型面板上操作 具體操作是 文件菜單的文稿設置裡的引用面板 第二節 插入Sketchip模型後的問題與解決 Sketchip官方文件提示 插入Sketchip模型後可能發生三種問題 它們是 1.Sketchip模型實體看起來是快撞的 2.Sketchip實體顯示為 帶有紅色X的灰色背景 3.模型實體是空白的 注意教材裡有詳細的原因和解決辦法 這裡就不重複了 此外 用戶還要熟悉Layout可插入其他格式的文件 更新和提取的方法 還有在Layout裡 處理大型Sketchip模型造成卡頓的辦法 第三節 模型關聯的設置與編輯 這一節的內容較多 至少有 關聯模型的準備 插入模型 保持縮放比例 標準視圖 透視和正教 樣式 場景 因應與比例 等等 都很重要 教材裡有詳細討論 這裡就不重複了 第四節 模型關聯的正教 透視與比例 這一節的內容較多 至少有 縮放比例 標準視圖 透視和正教 樣式 場景 因應與比例 設置新的比例等等 這一節要特別提示 Vayout默認的 音質尺寸和比例 不符合國標的要求 要學會自己設置符合國標的比例 還有 在透視圖上 標準尺寸 是違反國標的外行做法 第四章的教學重點是 Layout和Sketchup都有場景與頁面 但是這個二者之間有完全不同的功能與概念 這是經常困擾新手的問題 往Layout總添加文字與圖像與窍門還有五個規矩 規矩就是標準 學管工具看起來跟Sketchup裡面都差不多 但是它其實更加神通廣大 第一節的內容全部是討論Layout的系統設置面板 調用這個面板要到編輯菜單的最下面 點擊一個使用篇號 第二節場景與頁面 請注意 Layout有兩個叫做頁面的地方 有一個類似Sketchup的頁面標籤的 它實際是一套圖紙 在這個頁面下面 我們可以用頁面面板增加更多的頁面 這裡的頁面才是一幅幅圖紙 容易混淆的概念 重要 複製粘貼功能可在不同的模型和文件 頁面之間互相引用 要注意 在Sketchup模型裡設置好的圖層 到了Layout 就合併在一起了 所以需要預處理 第三節 插入位圖 Layout 作為排版工具 可以插入十種格式的位圖 大多數位圖 需要提前做 譬如抠圖 調色 縮放等於處理 第四節 有三種方式 向Layout文件添加文本 鍵入 導入 自動圖文集 可從外部導入 Text 和RTX文件 標題欄的文字 大多可以從預設的自動圖文集調用 第五節和第六節 這兩節討論 制圖標準 對於標註文字的規定 和對於圖片的規定 這兩節的內容都非常重要 設計師需要自覺的嚴格遵守 千萬不要自作聰明讀稿一套 尤其不要用國標以外的字體和圖片 以維護設計師和所在公司的專業生育 文本和圖片屬性都可以用吸管工具 進行採樣複製 本書的附件裡有我為你做好的 符合國標的字體和圖片比例等 簡貼簿 可掃碼下載 第五章 標籤與標註的教學重點 Layout的標籤和影線 相當於Sketchup裡面的影線文字 但是它的用途和內涵 要比Sketchup的影線文字更加豐富 形式和操作也複雜了許多 在圖片上做文字 尺寸 符號的標註 看起來都是一些簡單 琐碎的操作 當時很多老手照樣在上面犯錯誤 甚至鬧笑話 譬如用虛線作為尺寸線 或者是標註引線 用已經附了材質 或者透視狀態的模型 創建施工圖 等等都是最常見的 不符合字圖標準的錯誤做法 很容易造成奪圖困難 甚至誤奪錯誤都是不對的 所以各種各樣的標註都很重要 都是很容易犯錯的操作 這一節要介紹的標籤和影線 相當於Sketchup裡的影線文字 但是其用途和內涵 要比Sketchup的影線文字更加豐富 形式與操作也複雜了許多 這一節裡的重點是 制圖國標裡對於標註和引線的規範 和在Layout裡如何實現 第二節討論的是關於圖符 圖況與標題欄的內容 這一節的重點是 制圖國標裡標題欄的規範 這是最容易出錯的地方 另外 這一節還專門介紹了 如何從頭開始創建圖紙模板 第三節和第四節列出了各行業 各不同部位建議和允許使用的圖紙比例 建築業和室內設計業 規劃和景觀設計 繪製定位軸線的依據都是 房屋建築製圖統一標準 GBT501 要注意尺寸界線 尺寸線 尺寸旗指符號 和尺寸數字四大要素 都符合製圖國標 最值得提出來需要警惕的是 近年來 有人在用Layout 製作出彩色的施工圖 透視的施工圖 3D的施工圖 這種現象 尤其在低門檻的家裝行業出現較多 這些都是不遵守 國家制圖標準的人的錯誤做法 這種創新 非但不值得推廣 還要大力批評抵制 第五節討論的是 半徑、直徑、角度、弧度的標準 整節都是重點 第六節是一些實例 要特別注意 制圖國標要求角度標準 用度分秒 而Layout 只能以實境至小數形式標準 需要轉換 本節的附件裡 有個轉換用的工具 第七節 坡度與標高 必要時要介紹 為什麼工程圖紙上 對於斜面 常常以坡度、斜率 或百分比法標準 而避免 用角度標準 要熟悉坡度分級 與不同坡度的應用範圍 很多行業的圖紙上 都有標高的要求 要熟悉各種不同的標高方式 與應用場合 第八節裡 介紹了六種國家制圖標準裡 允許出現的特殊標注形式 有以坐標標注曲線的 用表格標注不同變量關係的 還有坐標加表格配合標注的 還有以公式標注變量關係的 以網格標注複雜曲線的 還要介紹各種簡化的標注 第六張表格與檢貼部 現在介紹一下它的教學重點 任何行業的全套設計文件 都無法避免表格 類要跟表格相關的操作 有用表格工具 直接創建 並且輸入文本數據和編輯 這樣的方法 也可以用外部的專業的表格工具 創建和編輯表格後 插入類要的 那麼簡貼部就是重複使用的 類要的要素文件 比如公司的logo等等 那麼符合字圖標準的字體 圖線、符號 常用的表格、圖案等等 都可以做成簡貼部 簡貼部的性質呢 也像Sketchup裡面的組件 不過有很大的區別 那麼來約它的填充圖案 就是Sketchup裡面的材質和貼圖 注意一下 Layout自帶的 簡貼部和填充圖案 大多數是不符合我國的字圖標準的 需要自己來匯知 第一節的內容 主要是以Layout自帶的表格工具 創建小型的、不大會修改的表格 常用的表格 如圖例說明等等 這種表格可以做成簡貼部 免得重複勞動 第二節 對於圖紙目錄與財物料清單等等 內容多 而且可能經常變更內容的大型表格 可以用Excel 創建一個工作簿 裡面包含了該工程的全部表格 以不同的Sheet工作表呈現 在Layout文件菜單裡插入這個Excel工作簿後 Layout就跟這個工作簿建立了關聯 在工作簿裡所做的修改 只要一保存 就同步到了Layout 一些常用的表格 可以提前做成Excel工作簿 可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第三節主要介紹如何創建自己的剪貼部 當然 前提必須要符合制圖國標 還有如何關聯到Layout的方法 本書的附件裡 有我為你做好的 符合國標的字體 圖線 比例靜角弧度 標高鋒面 零件 標籤 引線特殊字符 軸線電氣圖例 各種貼圖 表格 標題欄 等幾十頁剪貼部 可供掃碼下載 第四節 關於圖案填充的問題 綜合評價Layout 自帶的填充圖案 四個大類中 幾何圖塊場地背景 和色調圖案三個大類 並無嚴格的指代属性 在不至於造成奇異的前提下 可以在不重要的位置 譬如草圖 示意圖 PPT演示等 作為輔助圖案之用 至於材質符號 這一組 請不要用於 標注指定的材料 免得你的圖紙 出現不符合 制圖標準的問題 鄭重提醒你 在跟你的行業 制圖標準 和對無誤之前 最好不要貿然使用 這些填充圖案 我已經為你繪製了 符合國標的填充圖案 和部分植物的平面 可掃描書上的二維碼下載 第七章的教學重點是 要討論七八個既簡單又複雜 重要 是容易犯錯的課題 第一節圖紙的命名 與編號 是一個簡單又重要的問題 某些行業的小公司 根本就沒有按制圖標準 對圖紙命名編號的習慣 只要對制圖規矩稍微內行的人 都會因此懷疑 連圖紙編號這種小事 都不規範的設計單位和設計師 是不是還值得信任和託付 下面說幾個重點 一 工程圖紙命名 應根據不同的工程 專業和類型 進行命名 二 工程圖紙按平面 立面 鋪面 大樣 詳圖 清單 簡圖的順序編排 三 統一工程中應使用統一的圖紙命名規則 以上重點 在制圖標準中都有詳細的規則可查 第二節 對象管理 組與圖層 如果把Layout的對象 圖源的數量 跟Sketchup相比 Layout要多得多 原因是 每一條線每一個箭頭 在Layout裡都是一個獨立的 可調整的對象 所以 在Layout裡 對於對象的管理 非常非常重要 管理的手段 是組 和圖層 還有頁面 教學中要特別重視 Layout的頁面 圖層 跟Sketchip 和其他軟件的區別 與相應的操作 這方面的內容 在教材的好幾個章節 都有特別的說明 第三節 Layout裡有導入 AutoCAD文件的接口 但是在AutoCAD裡的改動 不能像Sketchup模型一樣 同步到Layout裡去 本節裡還指出 DWG文件導入到Layout 可能出現的幾種問題 和解決的辦法 第四節 演講文稿與小册子 是Sketchup官方推薦給我們 是Layout最擅長的領域 演講文稿 類似於PPT 但是包含可以旋轉移動縮放的Sketchup模型 使用中要注意演示文檔 跟工程圖紙的區別 和不同的受眾 創建一套好的演示文檔 並且讓它發揮作用 有時比做一套施工圖更難 第五節 導出與打印 這是全書最簡單的一節 唯一需要注意的 是要根據導出文件的用途 選擇格式和合理的分辨率 第六節 這一節介紹默認的快捷鍵 和如何設置自己的快捷鍵 還有設置快捷鍵的原則 這一節 以哈爾濱陽明灘大橋坍塌事故為實例 說明設計師嚴守國家標準 在保護國家財產 人身安全的同時 也保護了設計師自己的道理 長期以來 在技術人員中自以為是 自作聰明 天馬行空的人太多 更可惡的是 有意打擦邊球的人 所以才要有這些標準 和規範實施約束 這就是為什麼所有的國家 所有的行業 都要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規 來專門限制技術人員的原因 嚴守國家標準 在保護了國家財產 人身安全的同時 也保護了設計師自己 一位合格的設計師 在他的整個職業生涯中 要學習 要知道 該遵循 該嚴守的標準規範有很多 通常每個行業至少有幾十個 但是制圖標準總是排在首位的第一個 第八節 設計過程與圖紙編排 規劃 建築 景觀和裝修行業 設計過程基本類同 大致都要經過方案設計 初步設計 施工圖設計 和專項設計的過程 設計文件的深度 有一個叫做 建築工程設計文件編制深度規定的文件 列出了上述四個設計階段 所需繪製的圖樣和編排順序 內容非常詳細 作為這套教材的作者 要求這本教材分別對任何老師和同學們提點建議 首先是對任何老師的建議 一、這本教材編寫的依據是Sketchup官方的用戶手冊 和我國多個行業的制圖標準 有相當的嚴肅性和權威性 教學過程中應強調 國家制圖標準是保護財產和生命 同時也保護設計師自己的重要文件 每一位設計師必須嚴格遵守 容不得自作聰明 另搞一套 更不能明知故犯 打擦邊球 二、任客老師要指出 某些Layout用戶 特別是家裝行業 很多人在用彩色的施工圖 透視的施工圖 三維的施工圖 這些都是不符合國家制圖標準的做法 三、這本教材是各行業通用的 老師們在示範時可以結合專業 穿插一些簡單的實力 盡可能安排學生看視頻預習 課堂教學以答疑為主 其實是對同學們的建議 一、Layout的使用很容易 難的是要懂得制圖必須遵循的規矩 規矩也就是國家制圖標準 最難的是每畫一條線 每個細節都要符合規矩 二、這本教材的每一節都配有詳細的視頻教程 同學們要充分利用做好預習 不懂的地方可以在面授時提問 三、學習要講究章法 不要急著動手 要循序漸進 不要跳來跳去 為了感謝你看到了最後 我還要送你一大堆的禮物 這些禮物包括九種國標帶標題欄的圖紙模板 還有各種符合國標的剪貼布和材質貼圖 包括國標圖線、字體、比例、靜角、弧度、標高、 剖切、索引、軸線、表格、標題欄、圖力、材質貼圖 幾乎包括制圖要用到的所有國標要素 想要這些禮物的朋友 請掃描右邊的二維碼 進入我的微信公眾號 回發自圖標準四個字 以後按提示操作 另外還有只提供給教學機構和任客老師所用的一些參考資料 它們包括以下內容 一、Sketchup 中國授權培訓中心對官方指定系列教材的說明PPT 二、Sketchup 中國授權培訓中心對Sketchup課程設置的答疑與建議PPT 三、各專業通用的Sketchup教學大綱分A、B、C三個檔次PDF 四、Sketchup要點金獎的PPT課件 五、還有另外一些教學過程中有用的文件 這些資料只提供給Sketchup的任客老師 請掃描右邊的二維碼 進入我的微信公信號 留言教學大綱按回复的信息操作 好了 這一張的視頻就到自己說 期待在後續的視頻裡還能見到你 謝謝你的陪伴 再見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